权益问答 请问师傅在修行和同修们相处之中 每个同修的功德境界是不一样的 如果带着功高我们的心去对待功德大的同修 师傅会造下很大的恶业呢 师傅你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对啊 肯定是吧 对不对啊 这个这个这个 除奋人一体 对不对啊 对对 他为什么会变成为贱民呢 对啊 就是负责不够呀 你看很多人为什么 很多人自己 比方说一个女人 你自己不要不要多余的钱 不想要名要利的话 你不想买名牌包 很多女孩子她也不会穷得来 连饭都吃不下呢 为什么呢 她羡慕那些人家有钱有势的女人 富豪啦 然后呢 拉着名牌包啦 再也会帮着包啦 什么名牌的鞋子啊 注光宝去了 好了她卖赢去了 对不对啊 这不是你自己要的吗 对不对啊 你如果一个好好的女孩子 你也不一定 对不对啊 会变成这样 你最后让人家看不起你这个职业 就是因为你想贪图 勇华富贵 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 想让别人尊敬 当别人知道的时候 你更得不到尊敬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啊 师父那你看 你看因为仪式对人功高我慢 结果五百事轮回做贱民 真的是音效果大 噪音很可怕 师父 对啊 五百事 你要看的呀 你也对法师什么 对师父什么 不尊实重道 有的时候 你自己的 争气不好的话 不是五百事的 六百事一千事都有可能 明白吗 哎呀 真的 哎呀 真的真的 哎呀 师父这个案例真是 他是对一个 就是已经证得出国的圣人 他是这样 所以这样五百事为轮回 为贱民 哎呀 这个太可怕了 师父 出国 人家已经证得了出国 人家已经身为圣人了 你去看不起别人 你这个印象不要太大 听得懂吗 哎呀 对对对对 哎呀 那你对那种 所以你去看 所以你去看 诽谤人的人 最后下场都很惨的 你去看看过去 诽谤别人 到最后 没有一个好下场 对对对 哎呀 真是 哎呀 哎呀 这太可怕了 那师父 你看大家相处中 无法知道 每个人的功德大小 最好的办法 就是恭敬对待 每一个人 这样才功德圆满 不造义 师父 弟子也是感慨 是啊 我就跟你们讲过了 这个世界没有高低贵贱 你要用平身的心去看别人 你就不会犯这个业障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设 记得一个同修 观声音菩萨对他说 你对待众生不尽 就是对待为师不尽 哎呀 我觉得菩萨说的 这句话太好了 师父 哎呀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哎呀 你还是有点累 师父 众生 众生就是佛呀 众生是未成 他没有成佛的 叫做众生呀 对不对呀 众生开悟就是菩萨 菩萨的开悟就是众生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谢谢师父